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日的課題是循環經濟 這個課題我們覺得很重要 很簡單 因為我們覺得現存的情況有不足 傳統的經濟作業模式 其實是一個線性單向的模式 意思是我們在自然拿取一些資源 我們去生產、消費 消費後有些廢物就算了 其實你見到其實是單線的 好像是我們不斷運用資源 其實是一個比較剝削性的模式 我們覺得以這樣 其實是長遠來說都不是辦法 其實有沒有辦法 可能用一個所謂循環經濟的概念 多一點我們叫做 feedback loop 在整個過程中 其實飲食業也是影響到 香港社會有很多不同範疇 正正正就是用的資源也很多 正正就是如果我們在飲食業做得更好 可以從一個循環經濟去推動 我们觉得对推动一个泳俗社会的价值是十分之高 香港大家都知道其实那个厨余的问题是挺严峻的 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全香港是有三千多公斤的厨余 是落了去地团旗 不是每个都关我们今天的餐饮业的朋友 但这个三千多公斤有三分一是工商用的厨余 所以这个部分我简单地演绎 就是跟我们餐饮业有三分一是相关的 如果我把它除掉 每一天只是餐饮业的朋友 是浪费90架双层巴士的重量的食材 你听到你就已经觉得很夸张了 那你再看看那些即器的餐具 都是说有39亿 差不多40亿的件数是即器用完就丢了的 这个还要是2019年COVID之前的数据 这个应该是几何级上升的 如果我今天有今天2022年的数据 所以整件事都不要再说我们那些食用油 水啊能源啊 整个在餐饮业里面的资源 其实很多都是真的浪费了 我们很多时候就说 有些学生都会问 Winnie 其实常说循环经济 是不是就是waste management 其实是多于waste management 不是只是废物管理的 因为废物管理我们常说3R或者4R 但是如果我们说循环经济 是可以说到9个R 六大原则里面 我自己个人认为 那个创新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个就是价值 例如我简单来说 一般我们一个很固有的思想就是 我把它放在厨余机 厨余机就变成肥料 肥料就可以再用 这个也是的 但是不是做得很厉害的资源循环 可能厨余有些比较高价值的东西 可以做出来 所以我想特意来说 innovation 创新和价值这两点 我们听了这么多 我们自己中心的同事 都尝试去揣摩整件事 我们可以如何再跟大家业界分享 这边手第一个层次 我简单去说 就是自己公司里面的资源 应该尽量去循环去用 第二个阶段 就是希望可以在你的价值链 或者你的上下游那里 互相协作地用回资源 第三个重刺 就是不只是你自己的上下游 和你的价值链 可能隔壁的价值链 比如你是饮食业的 你自己当然有上下线 原来隔壁的fashion industry 都有它的价值链 原来两边的value chain 都可以有个协同效应 用得回大家的资源 最后是一个 真是很比较 我想是事实上会难做些 但是还是比较贯彻到 就是整个生意营运的思维 我们不能再用线性思维 如何将循环经济的系统 放在你整个生意的 我们叫做 business model 那里去做 好 好 好 你需要提供你的想法 你需要提供你 我有一些大提供的提供 第一是 那些人的差异 我們以前覺得 香港是說的 世界是說的 到世界上的問題 跟随便的主要在世界上的问题 我们可以作家伙伴们的企业 我们可以作为我们的企业 使我们的企业同时的企业 使用我们可以保持账户的 更多的信息 我们可以加倍, 并非专门的商业 但也幫助我們的環境 和能力更新的環境 第二是人類企業 社會社會, NGOs 或是ESG企業 考慮你的行業 知道你的事項目 很精彩 be able to demonstrate the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demonstrate the business case and the data and the metrics to track performance for your clients the third one is yes final is education and then I just want to thank CCSG for organising this talk I think it's through these sharings is that we all can learn from one another and through just connections and introductions we can create more and more pilot projects and create as an industry hopefully create the societal impact that Winnie very helpfully shared with us this morning 首先刚才我们都在主港上提到一点 就是跨界别的协作 以及如何与上下游利的Valochain Partners协作 去提升资源循环效率 第二方面就是我相信在座 大家都会很想知道多些 到底有什么因素 或者有什么条件可以配合 第三我想大家可能向前做一些展望 到底这个循环经济这种模式 可以带来什么的效益 我相信可以从这三方面去做一个讨论 不是说一个这么大的题目 先说你的角色可以做什么 是否很创业呢 不用很创业 我们说回到基本上 以前是否一半卖 是否有区域尺寸选 现在没有的 是吗 即是我们在餐厅中 我们如何跟顾客交易 人们现在吃的越来越少 为什么没有区域尺寸选选 他不吃薯仔 为什么不可以不要薯仔呢 所以中间是一个交易 其实在做整体资源循环里面 首先我们太古地产 其中一个概念 就是很重要 其实有整个公司的一个策略 其实我在2016年 就定立了我们的一个 可潮发展2030的一个玄境策略 其实当中里面 Circular Economy 或者Resource and Circularity 资源循环 其实是我们一个重点 其实我们很理会到 其实我们在我们 起楼 营运物业 跟我们租户的协作 很多是一些的餐厅 其实里面 确实是很多的东西 它们不是费物 是可以作为一个资源 我们如何去re-catcher它 装出一个价值 去更加引发出来 其实当中里面就在说 今天刚才几位港姐 很重要的一个夸界别 或者在整个供应链上的协助 是很重要的 打环环也提到一个 一个系统性的转变 其实我们也看到 很多我们参与的餐厅 餐厅现在有 差不多50间餐厅 参加了 餐厅都有难度的 去配合这个可重用餐盒的计划 为什么呢 因为有繁忙时间 你要看清楚那张单 要用另一个可重用餐盒 储存空间又少的时候 它们运作上 都会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们都 我们的愿景 就是会不会可以餐厅 不是只能用 handled 只是充足 clan 外购单 又或者 Okay 可以用到重用的 first corn foam 然后 在安装 当然 所以这样 和安装 如果他们有 应该还不完 我们还 也仍在 Message 但是它就上面 有系统性的改变 令餐厅 能够重量 垂斑 每一個盒送出去都可以再用 人們都可以還 這就是我們之後都想去探索的一個角度 剛才Woody說的那個 完全是我的夢想 我現在是環境運動委員會主席 我和官員都說過很多次 因為我本身是餐飲業 其實要這些環保餐盒能夠成功 其實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一定要有很多的資源 要有這麼多的資源 要不就大地產商出 要不就政府出 就是一個全港性的 即是香港是有一種標準的餐盒 每個快餐店、每個餐廳 我們飲食業是共識的 大家都用這盒 這盒已經是送去餐廳 你叫食物是不用你選擇的 不用你講不講什麼按金的 是自動用盒就用那個來做給他 而吃完之後去各大商場 他可以丟到機器裏就拿去清潔 這樣就有機會成功了 否則只是一些我們玩的 即是feel good的環保遊戲 現在我們的回收機 已經是一些很專業的地方 中環街市、環球大廈、 里東街甚至FashionWalk Times Square都有 但其實如果真的要做到 每間餐廳都排這些盒 我覺得地鐵站 一定要有一個回收點 如果地鐵站都做到的話 我覺得那個意識會高 建議你一個地方來做一定成功 就是泰古坊 即是坦白說 咖啡杯的例子我們有數得計 看到是完全是這樣 我想這個segment也重要 因為其實正正就是 在泰古坊裏面的群體 那群是這群辦公室的人 其實他們對這些意識其實很強 反過來我們不做 會收頭數 為什麼我們沒有這些東西 我們有很多咖啡店 他們是面對這個問題的 就是當然成本他們要考慮 但另一方面就是 亦都有一班消費者 其實他們的意識是很高漲的 很環步的 所以其實我們某程度上 都在做那個轉型 就是希望整個泰古坊 都真的營造到那個可持續的模式 那我覺得這個跟你們一拍即合 其實我確實覺得 我們亦都可以在地產商的角度 去connect我們很多不同的 就是餐廳、廚師、Full Panda 其實是製造到那個生態系統 我們不得不承認 我們自己這個行業裏面 我們很多都是Humble Beginnings 就是不是讀了很多前書 那你要跟他說大題目 他會覺得頭都痛慢 坐在這裡聽的當然不會 那麼最簡單就是說 我們想一些他明白的 他可以做到的 什麼叫做Seasonality 比如我們說中餐 Simon說中餐 我不是要求你吃什麼環保海鮮 我只是要求你不要吃 Endangered Species 這樣可以了吧 是不是 舉例子 老虎斑 就是Endangered的 那麼我們做Bank卻不要用紙 可以嗎 讓他變回不是Endangered的時候 才吃可以嗎 幾十種班可以選擇 就是我們conceptually 我們要給他一些knowledge 其實這個是第二重點 就是我們先要教育他 而不是說我要你做環保大事 我們只是說做一個負責任的廚師 這樣他會容易明白一點 經過今天的活動 希望能夠引發到大家思考一下 怎樣參與在一個變革裡面 我們希望在下一場的知識講堂 再跟大家見面 Thank you 再見 再見